美军超级航母 又跑到中国附近了 美军里根号航母 近日突然跑到菲律宾 这是今年第三次美航母进入这一靠近中国的海域 里根号航空母舰被海军派遣到相关海域 今年以来 美国军方第三次在此部署航空母舰 菲律宾这些年与美国关系跌宕起伏 杜特尔特总统与美国多次发生激烈争吵 甚至直接撕破脸 辱骂美国政府与前总统奥巴马 但最终似乎又与美国形成了微妙的相互关系 这艘载有70多架飞机 重达97000吨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 USS Ronald Reagan 周二在菲律宾马尼拉湾停靠 里根号除了各种战机外 还配有北约海麻雀防空导弹 拉姆防空导弹 以及各种枪炮和电子战设备 里根号航母指挥官 海军少将道尔顿March Dalton表示 这艘航母从相关海域出发 随后在马尼拉停靠 作为其年度巡逻的一部分 他在船上告诉记者 这次定期巡逻是我们过去70年来 在整个地区进行的常规训练和行动的一部分 他还表示 此次行动体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支持了我们捍卫国家和盟国的能力 并提高我们维护海上自由 令商业活动畅通无阻 遏制冲突和胁迫的能力 以及促进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